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還有Discord 那今天是1月26號 那新的一年先祝大家新年快樂齁 好那本週的台服更新的情報呢 就是心願召喚啦 那這個心願召喚的意思就是說 呃你可以有一次許願的機會 那你可以選擇 他提供的列表中的兩個絕品英靈當作你的心願英靈 然後你許願的機會就只有一次 那你選定之後就沒辦法再換了喔 那這個時間是持續到從27號到2月2號齁 呃蠻短的 那在心願召喚卡值中獲得絕品英靈的時候 有80%的機率可以獲得卡值內的兩名心願英靈之一齁 然後就是兩名每一名就是40%這樣 那心願限定召喚值當中如果召喚的絕品英靈 不是你選擇的心願英靈齁 則下一次就是一定是你選擇的那兩位之一齁齁 OK 那大家都好好把握這一次齁 因爲這個心願召喚不是每一次都有齁 很久一次齁 好再來 在限時精選齁 扶搖同風 那就看各位 有沒有缺 劍邪啦 如果你夜明龍跟黑龍都有的話可以抽一下 但是你抽到劍邪就是要 要把劍邪練到六星啦 啊不然就是收集圖片也可以啦 好 再來是春睡 對 祖滑系列活動齁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是 好 那它是活動期間呢 就是你的 我們那個 營火的據點啊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呃 就是客葬風格 那個 新年風格這樣子 然後 那個 載體裡面呢 會開放一些玩法齁 然後有 對應不一樣的玩法路口 可以進去遊玩 那每一種玩法可以獲得一定的喜慶子齁 那 載體的左下角大約會有進路條 好 這邊沒有齁 那 不不不不 反正就是升級之後可以獲得獎勵啦 然後頭框 省絲銀春 那這個 我沒記錯的話 這個跟陸服是同步的齁 好 再來是限定外觀復刻齁 那就是殷熙 殷熙 隨便 聽得懂就好了 然後古倫德 那這個 冰璃 就這三隻嗎 對這三隻 好 那如果喜歡這三隻造型的人 可以去購買一下 好 禮包的部分呢 應該都不是很好嘛 這邊就跳過好了 兩個而已 好然後另外一個要講的是說 原本以為聶小憲篇 的那個活動劇情啊 會跟台服一起上 因為聶小憲篇的結局的部分 活動 活動劇情 結局那邊 有特別講說 就是恭賀欣喜 就是新年快樂的台詞 但是 原本以為 他會放在台服一起上 不過看起來是沒有啦 所以 那 到時候台服出聶小憲篇的時候 那一段劇情對話 不知道 會不會 砍掉 那 不知道啦 反正我覺得有點可惜 沒有跟陸服一起聯動聶小憲篇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好那 以上是本座台服的情報 那希望的頻道呢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 記得追蹤我的 IH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 掰掰